在一则令世界瞠目结舌的新闻中 英王查尔斯三世最近在纽约曼哈顿购置了一套豪华公寓 这一消息首先由纽约邮报在7月11日报道 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毕竟现年75岁的查尔斯根本不缺房子 不仅在英国拥有多处豪宅 他也不是纽约的常客 为何突然选择在这里置业 这一举动到底是出于房地产投资还是另有引擎 根据报道查尔斯购买的公寓位于西五十期间111号 按照公开的城市财政记录显示 他买下了该建筑的第11层的11A单元 这套公寓拥有三间卧室和4.5个洗手间及浴室 显然是一处豪华住所 据悉这栋公寓楼中的每一户都可以欣赏到纽约的城市美景 同时还可以在闲暇时间享受豪华的游泳池和桑拿浴池 甚至还有室内网球场 而且不用走出大楼就能够品尝到顶级美食 私人餐厅中配备了高级厨师 家庄方面 这套公寓体现了极致的品味与奢华 使用的都是顶级品牌的东西 力求让住户称心如意 毕竟能够住进这栋楼的人几乎都是老钱 然而 令人好奇的是 查尔斯并没有在房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上面写的是加拿大国王陛下 由外交部长代表 这种安排无疑增加了这起购房事件的神秘感 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之一 与其他14个国家共享君主 但每个国家的君主都是独立存在的 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所以 加拿大的现任君主的正式名称为 加拿大国王 也就是查尔斯三世 值得注意的是 查尔斯还没有作为加拿大国王到访他国 但他的已故母亲伊丽莎白二世 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 她作为加拿大女王曾四次到访美国 四次到访法国 目前尚不清楚查尔斯购置这套公寓的真正目的 由于房契上写的是加拿大国王 似乎应该和加拿大有关 但白金汉宫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的评论 也没有做出澄清 记录显示 加拿大驻纽约领事馆 高级贸易专员 兼贸易投资主管 罗伯特·麦卡宾代表查尔斯国王 签署了这份契约 对于查尔斯为何要在纽约入手房产 人们也是猜测纷纷 一部分人认为 或许查尔斯需要到纽约接受治疗 他不想住进酒店 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能让他安心的地方 位置非常好 私密且安全 适合王室成员 有人这样写道 而更多的人则是猜测 房子是给查尔斯的小儿子哈里准备的 防止他某一天和梅根分开了 却无家可归 一些人认为 查尔斯购房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进行房地产投资 纽约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都被受关注 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 对查尔斯这样拥有丰富资产的王室成员来说 购买纽约的豪华公寓 是一种稳健的资产配置方式 还有一种说法是 查尔斯此举可能是为子女未来的生活做准备 考虑到他的两个儿子威廉和哈里 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有联系 特别是哈里和他的妻子梅根已经搬到美国生活 购置一套纽约的公寓 或许是为了方便他们将来的生活和活动 还有人猜测 查尔斯以加拿大国王的名义购房 可能是为了加强与加拿大的联系 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查尔斯作为其君主 拥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纽约购置房产 或许可以被看作是 他加强与加拿大以及北美地区联系的一种方式 尽管外界对于查尔斯购房的原因众说纷纭 但白金汉宫方面始终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无疑为各种猜测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或许 查尔斯只是想低调行事 不愿意引起过多的关注 但在这个信息高度透明的时代 任何王室成员的一举一动 都会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不管查尔斯三世 在纽约购置豪华公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这一事件无疑再次引发了 人们对于王室成员生活方式和财务状况的广泛讨论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反映了当今社会 对名人和权贵生活的高度关注和好奇 对于查尔斯而言 这或许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决定 但对于公众来说 却是一个充满想象和讨论的话题 或许 未来人们会有更多机会了解这起购房事件的真相 但在此之前 关于查尔斯三世纽约豪宅的各种猜测和传闻 仍将继续在坊间流传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当国王查尔斯三世 微风凛凛地走进威尔士议会大厦时 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新君主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上 然而这次访问不仅仅是一次礼仪性的回顾 更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政治秀场 查尔斯巧妙地利用这一机会 不仅纪念威尔士议会成立25周年 还通过向他的长子威廉王子致敬 展示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王室全力传承仪式 查尔斯的演讲无疑是这场政治秀的核心 他不仅高度赞扬了威尔士自治的重要性 还巧妙地将话题转向了威廉王子 这位未来的国王因其与威尔士的深厚联系而被受瞩目 查尔斯说道 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儿子与这片特殊的土地的关系继续下去 包括这个星期才回到安格尔西岛伊尼斯盟 我知道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这一细节不仅强调了威廉王子与威尔士的关系 还暗示了王室未来的发展方向 威廉王子与威尔士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他与凯特王妃新婚初期 当时这对夫妇住在安格尔西岛的一个宁静角落 威廉在皇家空军基地担任搜救飞行员 这段时光不仅是他们婚姻生活的开始 也是威廉对威尔士产生深厚感情的起点 上周 威廉再次回到了这个地方 以皇家荣誉空军准将的身份进行怀旧之旅 这不仅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 更是一种对未来承诺的宣誓 作为前任威尔士亲王 查尔斯对威尔士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广泛的经验 在他的演讲中 他深情地回忆了与威尔士人民在几十年中的互动 以及在这个国家经历的无数特别的回忆 查尔斯表示 我带着无数特别的回忆和特别的骄傲 能够和你们一起回顾我们共同拥有的过去25年的历史 这一段话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 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尽管查尔斯的演讲重在纪念威尔士议会的成就 但他对威尔王子的高度赞扬 无疑是为这场政治秀增添了更多的深意 查尔斯以极高的期望看待威尔 认为他能够在未来继续推动威尔士与英国的特殊关系 作为新一代的威尔士亲王 威廉无疑已经开始承担起这一责任 将威尔士与英国的联系带入一个新的光明篇章 在访问期间 查尔斯和王后卡米拉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这不仅是对他们身份的尊重 更是对王室权威的象征 抵达威尔士议会大厦后 他们受到了皇家威尔士军团仪仗队的欢迎 小学生们挥舞着英国国旗为他们献上了小夜曲 这一场景不仅显示了王室的高贵与威严 更展示了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在一场特别安排的演出中 查尔斯和卡米拉欣赏了马里德皮革 埃文斯的私人竖琴独奏会 这位新任御用竖琴师的表演 无疑是整个访问活动中的一个亮点 皮革 埃文斯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 任命的新御用竖琴师 这是她在新的声望很高的职位上的 第一次正式任务 这场演奏不仅是对传统的延续 更是对新一代王室成员的礼赞 在这场充满情感与政治象征的访问中 查尔斯不仅展示了他对威尔士的深厚情感 还通过对威廉王子的致敬 展示了王室未来的方向 有了查尔斯和威廉这两位重要的皇家盟友 威尔士的未来无疑看起来更加光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段权力传承的故事将继续发展 为威尔士与英国的关系增添新的篇章 总之 这次访问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纪念活动 更是一次王室权力象征的展示 查尔斯通过巧妙的演讲和深情的回忆 不仅展示了他对威尔士的热爱 更展示了威廉王子在未来扮演的重要角色 正如查尔斯所言 未来确实看起来很光明 这不仅是对威尔士的期许 更是对整个英国王室的期许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